如果在日光下掉水 ISO要100到400比較適合 光圈16以上 快門在每秒1000張以上 這設定完美的捕捉主體跟水滑 如果在昏暗的時候掉到水 如有內置閃光燈 光頭好我是阿華 在這個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時代 學理之用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真的學到你科系所教你的東西嗎 今天你老師掉到水裡面 你所學的專業知識能為他做什麼 我們就來看看各系網友們的回應吧 廣告系 看來只能消費死人了 先用老師的名義成立基金會 再開個記者會 召集數名溺斃者的家屬做個長版的訪談 當然 訪談只是個幌子 主要是為了能夠上募資平台 捐3000可以認養一個偏鄉小孩 讓他學游泳 捐5000可以得到老師的人面師身像大型游泳圈 捐10000可以在20年後得到防曆水智慧型手錶 然後發動臉書串臉譴責政府把關不利 老師和父母一同反省過去是否把孩子保護得太好 最後端午節一起全民上凱道 大家一起吃粽子 一起想如果當時屈原會游泳 一切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都到這個地步了 老師你不撐下去真的不行啦 哲學系 你發現你的老師落水 不過只是因為距離遙遠的關係 你以為落水是你高中的班導師 但落水了其實是你的大學老師 不過你推認出我的老師落水了 並如此相信著 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信念有非常良好的證成 而且也是真的 請問你是否知道你的老師落水了呢 如果在日光下掉水 ISO要100到400比較適合 光圈16以上 快門在每秒1000張以上 這設定完美的捕捉主體跟水滑 如果在昏暗的時候掉到水 如果有內置閃光燈 光圈可以調為8到16之間 快門就在每秒250張以下 嗯...很好很好 經濟系 資源有限 欲望無窮 我們必須先探討出什麼樣的救援方式 能夠邊際成本最低 接著找出什麼時候施以救援 能夠邊際效率最高 在這個救援近乎獨佔的市場 消費者剩餘被極大壓縮的情況 找出一個符合經濟效益的救援方式和時間點 最後確認選擇 救與不救的機會成本分別為何 就可以開始救援啦 欸...老師怎麼不見了 劇場藝術學系 試著打好燈光 搭建舞台與能夠拯救他的道具 基本上劇場藝術都是在畫腐朽為神奇 畫不可能為可能 製作完成救到人的機會很高 如果老師不行了 那只好寫個劇本歌頌他千秋萬代 多媒體系 錄影、剪接、回家、配樂、上動畫、上字幕、PO文、削、留作紀念、全劇 中 法律系 這時候你就怪自己太笨了 沒辦法賣給那個具有故意過失的人 因為民法第180條第一項、前段、後段、或是第二項的清缺行為 你都不能主張 因為你太笨這時候你的怨恨刑法 因為沒有假害人 但是你可以輕信刑法 同時也不處罰自己害自己的笨蛋 在你正要打給保險公司請求理賠的時候 保險法29條淡書 109條與133條也告訴你拿不到錢 所以我們只能幫你買塔位了 人類學系 趁著參加老師的葬禮儀式的機會 進入老師出身的社群中 探討這個社群所有與水、落水、兒時有關的語言 傳說故事、儀式、社會實踐究竟為何 並以分析這個社群的社會結構、交換儀式 親屬體系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人際權利關係和人觀 物理系 給予同情心、愛與關懷 使用治療性溝通技巧詢問他 您的意思是您落入水中的事嗎?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呢? 仔細聆聽給予適當的點頭 並匯整社公司 快記系 遺產規劃申報 幼保系 來小朋友看這邊 像這樣的告示牌水深潛屋細水的地方 千萬不要像那位老師掉進水裡 會溺死的喔 好了我們一起回學校吃綠豆湯囉 餐飲系 看來只能幫他準備絞尾飯了 佛系緣分到了 人自然就起來了 如果今天老師掉到水裡 運用你所學 你會怎麼救 我是阿化 記得訂閱 下次見 掰掰